歡迎收看今天完全的世界財政週報 大概從2018年美中關稅戰開始打起 接著就變成了美中的科技戰 接著就變成了美中的甚至地緣政治裡頭的軍事衝突 許多人都在討論一個問題 中國是不是一定會超越美國 而美國一定沒有能力把中國打敗 或者如果按照日本的例子 美國其他的實力中國自己內部經濟政治的問題 美國總會把中國打下來 目前看起來美國是處於盛方的狀況 美國最新公佈的GDP上一季的GDP上修到3.4% 預計2024年第一季還會再成長2% 可是相對來說這樣的一個這麼先進的 已經成熟的經濟體有這麼高的經濟成長率是非常強的 而中國現在要保五都呈現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連習近平都自己出面希望能夠挽留外資 但外資整體對中國的信心不足 不足有兩個原因 因為美國對於中國打壓持續當中 首先美國在草擬中國先進晶片廠的名單 助美國企業希望他們不要把技術流向中國 也就是說只助美國的所有的企業 絕對不准把技術流向中國 所以它對中國的打壓在科技技術裡頭的打壓 這一點跟在1987年打壓日本是很像的 然後接著還有更進一步的問題 是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 中國1月到2月自己國企的總收入和利潤的總額 同比增速都放緩 和前支比兩大增速都有大幅放緩的狀況 第三個最嚴重的還是原來大家最擔心的房地產 房地產呢過去大家說是地方財政 現在由於中國政府中央出手救市 出手救市的結果 當然就會鋪向你的國有銀行 所以國有銀行的壞賬的比例也在增加 而在這個情況裡頭 既然國家的國有銀行都已經出手了 房地產的危機有沒有緩和下來呢 第一個中國的房地產危機 根據 Bloomberg 以及各方的報導 沒有緩解的跡象 首先是碧桂園 全中國最大的房地產的龍頭老大 他推遲了盈利的報告 而另外一家很重要的地產集團叫萬科 則公布了創紀錄的利潤的下滑 而所有的主管全部都降薪 自己全部自己集體的降薪 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即使習近平出面挽留這些外資 外資還是在商演商 他說願意給你本國的待遇 可是 it's too late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2020年的時候 這些外資是會歡迎的 發生在2018年他們更歡迎 發生在2012年他們更開心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你要不要給他本國待遇 而是你什麼國的待遇 本國待遇也好 外國待遇也好 是這個市場裡頭 它不管是它的需求 它內需或是它的出口 通通都開始出問題 所以我們常常說 習近平第三第四任最大的挑戰 是怎麼處理台灣問題 這個是太台灣本位 他真正最大的問題 是中國的經濟容景 毫無疑問已經結束了 問題是他結束之後 他是真正向日本消失10年 還是他就是有一定平穩的發展 答案只是有這兩個差別 喬水基金會的 喬水這個創投的負責人認為 中國經濟可能消失10年 他講的可能是最誇張的 有的人說5年 有的人說3年 有的人說2年 但無論如何 他的經濟放緩 以及他的經濟要放緩 一段不小的時間 大概已經成為國際共識 在中國兩會結束後 安慣麗由官方智庫主辦 跨國企業CEO 與國際智庫學者參與的 中國高層發展論壇 開啟北京密集的主場外交時間 在這場論壇的開幕演說上 中國總理李強一如既往 對改革開放滔滔不絕 華爾街日報指出 李強對台下的外資高管 展開魅力共識 把過去幾年的酌寢 歧視民營經濟與外資的政策 全拋住腦後 只談中國更友好的營商環境 及巨大的市場與增長前進 但他似乎也脫稿演出 罕見地坦承中國在房地產 與地方政府債務方面 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 而這恰恰是過去一段時間以來 外商投資中國卻負的原因 這說法或許諷刺 但對當前資金撤離中國的情勢 卻又相當顯示 去年中國新增外商直接投資 年減8% 而中國外匯管理局 公布的國際收支表中 衡量外資進出的直接投資負債 降到330億美元 年減82% 這是至1993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進入2024年 數據持續惡化 一至二月的實際利用外資 雪崩市的下滑19.9% 更大力度的引進外資 加快出台 2024年版的外商投資 准入負面清單 全面保障外資企業國民待遇 讓更多的外資企業 安心、放心地投資中國 中國官方透過這場論壇 介紹新的招商與外商准入政策 對外商投資的頹勢顯然也是急了 百分之百公司 在北京的主席 集團集團集團 很多大名字 承諾中國 中國是非常靈活的 經濟的經濟 我們會繼續肯定在中國發展 中國是很多公司的機會 Loreal繼續投資 它是超級市場 很強的肯定 我非常幸運 在中國 我們繼續投資 市場裡最具指標性的人物 事實上 庫克在參與這場論壇之前 先在上海為蘋果在大中華區 最大的旗艦店節目 儘管在中國需求不足 且有華為重生的競爭下 蘋果iPhone在今年前六個月的 中國市場銷售下滑了24% 但展店是向北京輸成 表態持續在中國投資 在與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的會面上 庫克提起更關鍵的供應鏈投資 但這是否改變原本蘋果計畫 轉移中國一部分的手機產能到印度 庫克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事實上參與這場論壇的企業席歐 在中國官媒統一口徑的報導中 很難有主旋律以外的其他看法 儘管他們在中國有龐大的投資 離不開中國市場更難與中國供應鏈脫鉤 但面對中國經濟放緩 與美中間越演越烈的科技與貿易戰 企業如何做投資決策 變得越來越困難 你認識這年來的公司已經在決定 我們看到了這年 財產主義的財產主義 財產主義的財產主義 財產主義財產主義 財產主義財產主義 財產主義 但他們也在陷害中 一塊壁和硬地方 你不可以很快出發 30至40年來的公司 財產主義的財產主義 然後當然要公司 你會有1.4億元的百分之 除了那些温暖的经济 你会有一个肯定的中心 他们喜欢花费费费费 我认为美国公司 也想在那些市场 所以这是一个测试的时间 公司必须要做一些很难的决策 特别是如果川普 能够确定关于中国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关键区域 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 而习近平在论坛结束后 会见来自美国的企业与智库代表 把中国这一轮对外商的魅力攻势 推向最高潮 他反驳外界看衰中国经济 指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 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但华尔街日报引述多名与会者说 除了台面上的谈话 外商真正关切的市场化改革 公平的营商环境与如何化解当前 房地产与债务危机 都没有得到更多的政策细节 CMBC的报导也指出 这场持续1.5个小时的会议 没有中国官媒说得那么和谐 美国企业家提出许多尖锐的问题 却也都踢到了铁板 遭习近平强硬的回复 我说了一位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总统的总统的总统 最终的总统的总统是 这位总统的总统是 中国并不是赶紧的 从中统的总统的总统 经济全球化或许 遭遇逆风 但历史大势不会改变 脱钩锻炼是没有出路的 开放合作应该是 这个地球唯一的选择 同一天 习近平会见来访的 荷兰首相吕特 脱钩锻炼没有出路 摆明是抨击吕特 听从美国的政策 限制荷兰扑光机大厂 ASMO的对华出口 但不论中方好说歹说 荷兰恐怕都难以违反 美国对出口禁令的要求 旅客的谈话表明 用于先进制程的ASMO 及此外光EUV 及部分用于成熟制程的DUV 对华出口管制不会放松 但会保留给中国 低端成熟制程的设备出口 以确保全球晶片的供应链稳定 尽管中心能以DUV 重复曝光的技术 为华为的麒麟晶片 做到7奈米 甚至推进到5奈米制程 但重复曝光的成本高 两率低 并非长远之际 如果有任何影响 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他不会有任何影响 中国不能复制 在重复的领域 和经济领域 会有任何影响 会有任何影响 在整个社会的整个技术 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复制 他们可以复制 使用了老机器 他们已经有了 问题是 当他们复制 使用了老机器 他们会有那么多钱 没有参与今年北京论坛的 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 则透过社群媒体 讲了大百话 在无压力 大国冲突下的科技竞争 及气候变间下频发的灾害 加上稍早的疫情 为中国这场百年一遇的风暴 创造登陆的条件 达利欧建议习近平 当务之急是解决债务问题 并大胆放宽货币政策 引导中国经济度过难关 否则就像日本在1990年代 经济泡沫破裂一样 历经失去的十年 结束北京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后 跨国企业CEO转场海南道 参与年度的博鳌论坛 盯着不一样的中国高层官员 喊着一样的文号 也继续为投资中国这一官方 主旋律政策站台背书 但怎么应对当前的危机 似乎没有得到更好的答案 第一个脱离中东 第二个尽量的就往太平洋 也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第三个不要跟欧洲有太多的接触 顶多就是军援乌克兰 削弱俄罗斯 但国际现实的状况 正使这一切的发展 越来越不属于美国人所期望的 除了中东的以哈战争 搞到美国到现在为止 因为对以色列的支持 失去了国际的正义 而不得最终在安理会 抛弃了以色列之外 是现在俄罗斯 正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活药桶 整个欧乌战争 本来以为就是俄乌之间 希望限制战争在这个地方 可是经过这一场恐攻 它可能是一个改变历史的恐攻事件 为什么 我们刚才前面做了一整个小时的节目 谈到克里姆尼公并不相信 这是一个ISIS-K所犯的恐攻 他们认为是英国跟美国情报机构 透过乌克兰的行动组织 最后找了几个塔吉克人 所犯下的罪 然后ISIS-K在那地方宣布 他们认为的从头到尾是个阴谋 就跟北溪二号的状况是一样的 如果研究历史的专家可能会告诉你 在过去18世纪以前 最主要引起战争的原因是什么 是宗教 到了19世纪末 尤其是20世纪初的时刻 除了殖民的运动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民族国家的概念崛起 民族国家的概念崛起 它背后结合了宗教 也结合了很多其他不同的因素 还包括了语言文化认同等等 而它因此形成了第一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过去我们都会说 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库 可是前苏联这个地区 它东欧附庸国的这些地区又何尝不适 而现在正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普丁又刚刚连任 他再次的连任 他很多各种不同的 他所定义的很多概念 他在战争里头尝到了甜头 他复兴了俄罗斯人骑马的尊严 这是俄罗斯人支持他的原因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他会把战争停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恐共以后进行下一波的一个暴富 目前为止 我们刚刚在前面报道 波兰总理认为已经是战争之前的状况 他认为战争可能很快就会到来 而且战争的对象不会只是乌克兰 因为他要的是乌东 就是那些俄罗斯的公民 了解俄罗斯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美国的媒体刚开始从俄乌战争 就把他说他是史达里 只是对于普丁完全不进行了解 然后凭自己的主观意见 事实上从Oliver Stone拍摄普丁四个小时纪录片 以及普丁在很多场合所说的话 他很清楚的他就是认为 他是一个要挽救俄罗斯后裔公民 在苏联瓦解之后 在所有各个国家被迫害的 一个伟大的俄罗斯的复兴主义者 所以他并不是要重复 再把苏联变成这么大 把俄罗斯变成像苏联这么大 像史达里一样 他做的是一个悲情主义式的一个民族主义 在这里头为什么我们点名了拉脱维亚 是最危险的 而事实上他也是被普丁直接点名 在上个礼拜我们就点名 说拉脱维亚很可能是最危险的 因为拉脱维亚本身呢 在他国内有25% 就是接近1%的人是俄罗斯后裔 所以这是完全符合普丁认为 他要挽救海外俄罗斯后裔的一个 第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他人口不是5%而是接近25% 第二个当他人口就25% 那其他人加起来这么多的时候 他在2012年进行了一场公民投票 这场公民投票呢 74.8% 就刚好25%以外的其他的人都同意 俄罗斯语言不得成为拉脱维亚的第二官方语言 换句话说 在1991年当那个时刻 拉脱维亚独立的时刻 俄罗斯语还被容忍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可是到了2012年 非俄罗斯后裔的其他人 拉脱维亚人他们不再容忍了 于是那次的公投呢 把居住在他们拉脱维亚 那个地方的俄罗斯的公民 他们所一直常年 几百年来讲的俄罗斯语 不得成为第二官方语言 那成为官方语言 变成地方语言也可以 可是他不是 他的电视也不准播 所有俄罗斯语的电视都不准播 不是说你不可以开俄罗斯的电视 使得被俄罗斯莫斯科洗脑 而是在拉脱维亚当地 他既然有25%将近的人口 所以就有这样的市场 因此他们当地 就是俄罗斯语的电台 电视台等等 全部都被取消他们的执照 全部都被关台 在这个情况里头 拉脱维亚就一步一步的进行 叫做去俄罗斯化 他们说这是一个激进的去俄罗斯化 除了取消电视台的播放之外 还定出了一个移民法 这个移民法逐步的要求 要通过拉脱维亚语言的考试 你才能够继续拥有公民或是居留的资格 所以哪怕他们可能已经当时从俄罗斯移民到这里已经七八十年了 比外省人来台湾还要久 他们在可能在1920年就1917年革命之后 苏联成立1921年之后就已经来到了拉脱维亚 在这个地方即使他们已经可能住了一百年 他现在如果没有通过拉脱维亚的语言考试 他们将会被剥夺公民权 而且驱逐出境 这非常符合 如果普丁要扩大战争 第一个攻打对象的国家 所以他曾经点名了拉脱维亚 而大家也觉得拉脱维亚最危险 但总之是不是拉脱维亚 我们不知道 但只知道说普丁这场恐攻的行动 会指着他扩大军事行动 而这军事行动的地点 可能不是乌克兰 完全超出美国的规划之外 拉脱维亚在28号举行 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的20周年庆祝活动 20年前的这一天 是冷战后北约的第二次冬户 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张 接纳了东欧与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七个新成员 让北约的势力直达俄罗斯家门口 波罗的海三国曾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与俄罗斯的领土接壤 如今是北约东欧的最前线 而入约20年的庆典 摆在拉脱维亚不是没有原因 这里对俄罗斯的威胁感受最为深刻 但这威胁说到底 恐怕也是咎由志趣 Entering this room takes you back in time 1991年宫头独立后的拉脱维亚已融入西方 是欧盟也是北约的成员 但维诺格拉多夫说 西方的人权与自由价值观 并没有落实在这里的俄罗斯裔族群 拉脱维亚在2012年的宫头 以74.8% 否决了俄语为第二官方语言 并从2018年开始 逐步提高二一学校 以拉脱维亚与教学的课程 on the one hand freedom and democracy on the other they started this division step by step first they banned education in russian everything had to be in latvian then came the policy of division 而在俄乌战争后 拉脱维亚的去俄罗斯化更加激进 陶格夫皮尔斯是仅至于首都里加 拉脱维亚的第二大支 离俄罗斯的边境线只有120公里 这里有高于全国比例的34%恶意人口 尽管他们并非全部认同莫斯科的侵略 但岂是政策已将他们贴上的标签 decade-long tensions between ethnic russians and latvians have become more visible especially in places like this since russia invaded ukraine latvia's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crack down on pro-russian sentiment expressing support for russia's war is a crime and the new immigration law now demands that russians who do not have a latvian passport must prove they speak basic latvian if they want to stay disappointing doesn't cover it i have lived here for 48 years 48 yes i didn't learn latvian like some would say pack your things but where can i go that's the first thing and secondly why should i move somewhere else for russia's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latvia's anti-russian policies fit his narrative about needing to protect ethnic russians abroad the narrative that took him into ukraine if they pursue this policy towards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in that country work there create some good for that country and they treat them in a pig-like manner then they themselves will face the same pig-like behavior within their country 从2000年上台执政 普丁就诉求复兴俄罗斯 更唤起俄罗斯人 在苏联瓦解后的悲情民族主义 primatese я часто слышал критику в свой адрес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сожалею по поводу развала са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о во первых и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после развал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5 миллионов русских людей в одну ночь оказали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и это это реально одна из крупнейших катастроф 20 века 也因此除了遏制北约东扩 保护海外的俄罗斯人 让普丁所发动的战争名正言顺 入侵乌克兰只是一例 2008年的乔治亚战争更是如此 如今在乔治亚 以二一为主体的南奥赛帝 与阿布哈兹 都在俄罗斯的支持下 保持实质上的独立 全世界认为 地域 на both sides of this fence 居住在Georgia 只有俄罗斯人说 地域在这里 是一部分的 自分的国家 叫做南奥赛帝亚 乔治亚与乌克兰这两场战争 都让内部有二一族群的 前苏联加盟共和合伙相信 自己将是普丁的下一个目标 而拉脱维亚并非唯一 遭普丁点名的国家 俄罗斯稍早正是对 包括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在内的 三名波罗蒂海三国高官 发布统计令 指控他们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碑 破坏历史情感 彭博社的分析说 这是俄罗斯对北约成员国 发动战争的起手势 39%的国家是美国 而美国是3%的5%的 我们说 我们想要和美国战争 这就是狠狠 普丁本周试察部队时 他们找到强调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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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北约成员国受到攻击 可触发第五条集体安全条款 代号坚定捍卫者二师的军演在欧洲各地展开 与此同时 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促进欧盟军工产业 转向暂时经济模式的方案 这项计划将由成员国共同出资 1000亿欧元成立特别基金 加速欧盟军工产业的生产能力 除了要填补美国不再对乌克兰军员的缺口 更要应对俄罗斯对欧洲国家的侵略斩折 而北约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 将俄罗斯定位为最重大最直接的威胁 爱沙尼亚对外情报部门也发布一份评估报告 指俄军沿北约东翼的驻军倍增 正在为未来十年内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做准备 德国版财经内幕网站本周则引述一份 德国情报机构的报告说 从俄罗斯持续密集的重组武装部队和部署新飞弹来研判 不排除普丁在2026年后攻击北约国家的可能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 源于巴尔干半岛上复杂的种族冲突 并有塞尔维亚狂热民族主义者策划暗杀行动而点燃战火 而种族仇恨与民族主义 向来是历史上大大小小战争的导火线 如今散落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恶一族群 普遍遭当地国家的歧视对待 这桶欧洲火药桶 事故也从未熄灭